阿尔兰有一个城市叫都柏林的 但是在加州湾区硅谷的地方也有一个城市 我们叫Dublin 其实这个城市就是来源于阿尔兰首府都柏林的名字 在1890年的时候 很多的阿尔兰移民从欧洲迁到美洲大陆 就在湾区硅谷这边 现在的Dublin这个地方定居 所以很多的人怀念他们的家乡 就把这个城市命名成都柏林 就是现在的Dublin 其实这个城市是1960年才开始慢慢发展 真正成立非常的年轻 1982年2月份刚刚成立 在美国成立个城市跟开个公司差不多 他也是在那个时候 大家合计会来开了个城市 多柏林这个地方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2010年的时候只有46,000人 到了2020年已经增长到73,000人 差不多增长了一倍的人数 很多城市大量的流失人口还为人走了发愁的时候 Dublin正在欣欣向荣的发展 其实这个城市在大发展是从2010年以后开始的 整整十多年的时间就一直在建房子 所以你去看很多的地区都是特别的新 它在西边的地方是老一点的城区 但今后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改造 市中心的地方是建商住两用比较密集的建筑 这个已经在规划当中了 在东边的地方是新发展的地区 靠近奥特莱斯 还有华人比较喜欢的东方明珠广场 整个地区的人口也在发生改变 现在白人占40% 亚裔也占了40% Dublin这个地区它有一些产业 比如说连锁的百货商场RAS的总部就在这 另外三倍也后来被ICP一个软件公司买掉的 它的总部也在这个地方 我们最欣赏是两套房子 就是在Dublin这个城市 一套是Single Family挺新的2016年建的 在一个安静的社区有院子 好的地方它有四个房间三个半的卫生间 面积也刚刚好合适2000尺 正好是靠在东边新发展的地区 距离旧金山奥特莱斯开车五分钟就能到 旁边就有华人超市 另外一套房子是个Townhouse 也是三房三个卫生间 面积1933尺 这个小区的设施特别的全 有游泳池健身房 这个房子更新2018年建的 房子都是通透的采光好 下面有地址 欢迎大家来参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